会不会有人虽然月薪不足万元 却依旧想住在西温这样 被公认为是富人区的地方吗 一定会有人觉得我在开玩笑 因为以普通人的收入 可能一辈子也负担不起 像西温这样平均房价 在312万加币的高级社区 但是在未来的5到10年里 可能真的会实现 最近 关于西温建独立屋新规的新闻 成了大温地区家喻户晓的热议话题 新规定里面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细则 是将西温建独立屋的最大尺寸 限制到6600平方尺 容积率从0.35降到0.3 同时允许房主将土地一分为二 建造两个不超过3300平方尺的 小型独立屋 另外政府将致力于推动后项屋的建设 并对具备条件的建造者提供补助 看到这里 有些人会不理解 这些建屋新规定 对普通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别着急 先手动点击一下关注 再点一下收藏 因为以后 你可能还要把这个视频找出来反复看 下面听老杨为你仔细解释 这些建屋新规定 将对我们未来的生活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请帮忙给我点个赞 我祝你房产投资赚得盆满钵满 不点赞也没关系 我同样祝你有房有车 一路高歌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西温是一个富豪林立 临山靠海 环境优美的富人区 同时 西温的社区 无论是从治安环境 还是学区质量 都在大温地区名列前茅 坊间流传着一句话 住在西温的家庭 从来不需要考虑学区的问题 因为无论你住在西温的哪个区域 临近的学校 都是在大温地区 数一数二的学校 但是西温的房价 却让无数家庭望而止步 根据大温地产局的数据 西温今年7月份的基准房价 达到312万家园 同比去年增长17% 的确啊 西温一直是人们 梦寐以求的居住社区 但是无法负担的房价 也使很多家庭不得不放弃 在这里定居的打算 但如今 西温建独立屋新规的设立 让很多家庭看到了未来 在西温定居的可能性 通过这则新规 我们可以看出 政府正在着力于打压 房价的增长速度 和压缩豪宅的空间 同时推出较高密集度的 房屋建设规划 以提高房屋供给 最终让更多的人 可以移居过来 并使得房价更加的 具有可负担性 首先 限制独立屋的最大尺寸 和降低容积率 则是对豪宅空间的压缩 从2022年1月1日起 西温地区房屋最大的尺寸限制 为6600平方尺 并且容积率从0.35降到0.3 比如在一块22000平方尺的土地上 以前允许建设的最大房屋面积 是7700平方英尺 然而 从明年开始 只可以建造6300平方英尺 同时 新规还试图通过改变 封闭露台甲板区域 在楼层空间比率中的计算方式 和屋顶高度的计算方式 来限制豪宅的建设 使得街道整体美观度上升 而传统意义上的怪兽屋豪宅 将一去不复返 街道的整体规划 降低了房屋豪大的概念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富人们 在此地互相竞争的态势 最终让房屋价格的增长速度 逐步放缓 第二点 允许将土地一分为二 建设独立屋 和大力推动后项屋的建设 增强该地区房屋密集度 从而增加房屋的供给 小型独立屋和后项屋的建设 将增加该地区住房的多样性 可以供给给不同需求和条件的人群 从明年开始 政府将允许土地拥有者 将较大的土地一分为二 并允许建造两个不超过3300平方英尺的房子 同时政府也为具备后项屋条件的屋主提供建房补贴 后项屋的审批程序也将被简化 因此在未来西温房产的发展中 不仅会有更多小型的可负担的独立屋出现在市场上 还会有更多的后项屋可用于出租 为那些想要让子女上到更好学校 和寻求良好居住环境的家庭提供了便利和希望 总而言之 新规的出现改变了未来西温房产市场的发展方向 通过对豪宅空间的压缩和增加房屋多样性和供给数量 新规将许多家庭的理想变为了现实 使得一些已经具备一定基础条件的中产阶级家庭 可以搬往西温的社区 甚至一些家庭也可以通过租赁后项屋 来满足孩子的上学条件 然而新规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因为对于一个有较大土地的人来说 限制他们对自己财产的使用是不公平的 为此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你怎么看 请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 我是老杨 你身边最真诚的房产知识专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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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